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首先向大家道歉是因為他沒有時間做那個powerpoint 因為這陣子很努力還在改捲 昨天才剛剛最後的教訓 不過不要緊的 我做powerpoint很差的 通常都是錄音體上不需要我來碎的powerpoint 我的學生對我的powerpoint很差 我就這樣說 其實多謝鄧教授邀請 其實我覺得我自己不夠班去講這個題目 因為我自己參與李宗盛的抗爭 其實我覺得自己參與得不少 這方面的研究其實沒有什麼 我寫過一篇文的 不過我自己心裡覺得自己也寫得不太好 我講一下我自己的觀察 特別是可以連繫上一個環節裡討論的問題 其實在環節討論的很多事情 其中一件我覺得我最深印象就是 我會講到關於所謂的反式轉移 我嘗試用我自己的角度去描述一下 這個反式轉移 以及去評估一下這個反式轉移 對香港的意義和狀況 我想這個反式轉移的意思 對我來說 從我自己的經驗角度來說 我覺得其實未必是一個好和壞的問題 是一個轉移 我們稍後再慢慢討論 但是很明顯是存在的 我從我自己的經驗角度去講一下 雖然我自己地東街的抗爭 不是參與很多 但是我讀書的時候 很多年前 就是90年代初 我讀大學的時候 學生還要做學生會 通常都會去參與外面一些團體 當時也有參與一些和重建有關的 一些團體的工作 我記得當時去過 現在都重建了 旺角那些商場 我讀書的時候 有些還是舊樓來的 木樓梯 在寧敦道 我記得當時想去看街坊 當時在社會服務機構裏面 去幫忙做一些移工 當時的參與 雖然參與也不太多 但是也看到 跟後來 你東街的時候很不同 有很多東西很不同 第一 當時是有些專業的社工 帶著我們 我可以理解當時整個參與 去幫一些受重建影響的居民的時候 其實很多時候社工是很主導的 很清楚的 我們作為義工 我們去幫忙 就是學生 另外 其實如果對比後來 李東街的時候 你會發覺 當時是 你不會看到 有規劃師 建築師 是沒有的 就是 我們做學生 有個社工 指揮我們要做些什麼 他叫我買個橙 他叫我買個橙 他叫街坊 他叫街坊 買個橙 不會買到蘋果的 就是這樣 不會見到其他專業人士 其實只有社工 最多可能會遇到 看到區議員 就是 例如 例如 在李東街的運動過程裡面 開始出現了很多 搞文化藝術的人 可以講而叫文化人 還有一些是搞藝術 例如 有很多藝術性或是視覺上的東西會呈現出來 是否很獨特的一種愛會稱之為美學 以前沒有的 我們參與的時候也不覺得有任何藝術 初來我去的時候沒有藝術家 沒有一些所謂文化人 完全沒有文化面向和藝術的面向 或者美學的面向 所以我覺得挺有趣的 我覺得整個如果要我去描述這個代辦式的轉移 我覺得我可以說有兩個很突出的地方 簡單來說我會叫做空間的轉向 我可以說是 突然間有一些可能是關心 或者他們比較專業 在城市空間裡面的專業的人就會參與其中 我想參與那件事不僅是說他參與 因為實際上任何的事去重建 都一定有所謂空間專業的人參與 但通常在政府那邊 但在政府另一邊以前是沒有的 後來就出現了 例如是一個標記 可以說是一個標記的轉變 另一件事就是鄭天國所說的美學的轉向 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這件事也構成了我們 例如裡面很多東西除了一種藝術性之外 也有一種在論述上也有一個轉變 例如在論述上 例如我記得我年來初去的時候 當時整個討論都是在說賠償安置的問題 甚至我覺得當時很多時候 最重要的社工關心的對象都是租戶 其實沒有什麼機會接觸業主 我印象中是沒有什麼機會接觸業主 所以其實是一個跟後來很不同 於是在李東街的時候 會說很多跟一些文化和美學有關的東西 例如包括李東街本身有什麼東西 例如社區網絡 有些社區文化的簡直 甚至覺得從某些美學的角度來說 他有什麼東西這麼重要 也要保留 雖然之餘有很多這些港版出現 我覺得這件事是很有才華 這件事其實不是文化人、藝術人 藝術家去教別人這樣做 其實不是 其實是一個 我都不懂如何描述 我們都要研究一下 因為整個過程是一個 大家共同去探索出來的東西 我覺得 我經常很喜歡用有關於東街那套紀錄片 《黃帆花飛處》 我去跟學生說一下 什麼叫做 因為我自己的文化研究 我經常講的課題都是關於 一種所謂的意識形成 無論是階級的意識形成 或者是一居民意識形成的改情 我經常講得很抽象 很多理論 大家都有個案件 大家看到這條影片 這條影片的起初和結尾 那些居民怎樣去講 他的自己的故事 怎樣去講 他東街這個地方 那個說法是不共同的 若你還在小的時候看那條影片 就會看到很大的轉變 不過這條這一條影片 還是大家共同的轉變 而不是某人 即一已經有很清晰的想法 去教一些居民 教一些什麼人 我覺得這兩個轉向是很重要的 這兩個轉向也引致香港很大範圍的轉變 在日本的事件之後 我覺得香港出現了一些 我會稱之為一個簡單的概念 我會叫做一個城市的運動 這個城市運動我會看到兩種轉向 譬如說過很多例子 例如嘉行街、觀塘等 你會看到一些和你東街有關係的人 有些做法、論述 這些東西是有連繫 不是完全一樣 不過有些連繫 你會看到很多這件事 而且裡面也會有 我所說的一個向導 就是一個關於空間的向導 和美衡的向導 甚至有些地方你覺得很困難 都會有些人去做 譬如蓮東街有運動 我覺得很重要的一件事 從一個運動來講 就是有一群居民 而且居民裡面有很大的比例 可能是業主的參與 如果有一個重建區 如果缺乏這個元素 其實是有點難搞的 因為很多時候 租戶相對比較弱勢 很難提出一個車的參與 有些人都會嘗試去搞的 嘗試去做這件事 就是所謂的空間和美衡的轉向 甚至你會發覺 有些變化可能 甚至不只是關注重建的部分 會變成了一些 甚至是我們在運動界裡面的常識 甚至一些很實際的 實踐上的一種sense 我不知道是否好吃還是 我舉個例子 我最近聽到一個例子有多好趣 有朋友熟過我這個例子 有一群朋友叫德昌李一號 你幾號? 二號? 不好意思 號碼記錯 一昌李二號 很神奇 我早前有朋友說他們的故事 就是他們在油門底果欄附近 竟然租了一個地方 租了一個地鋪 那地鋪 我怕我問他多少錢 租了一個地鋪 八千元 我思義 八千元 大家一起進去住 那就比一個劏房更好 現在的劏房要四千多元 一個劏房 我覺得那些年輕人 他們對於城市的空間 對於城市的空間 有一個很強的意識 怎樣去洞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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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一個很近市區 走兩步出來的地方 有一個便宜租 可以在那裏搞各樣的東西 音樂和街坊連結 我認為這兩種面向是跡進了很多搞運動的人身上 當然是否理想一片美好呢?當然不是 我純粹是描述我自己觀察到的這件事 如果要我評價這個簡單的轉向 我會這樣看 簡單來說其實從一個運動的圈子裡面 甚至是在社會的文化價值裡面 其實那個轉向是很明顯的 而這個明顯的地步甚至超越香港的界線 我想分享一些故事 最近我在做一個研究在廣州 這個研究是關於廣州的一些 一些自稱自己是文化侮辱的原體 多到是令我嚇惡的 我覺得肯定比香港更多 然後裡面其實有些事情跟利東界有關係 例如其中在裡面也跟他們有關係的 還有一位英國人人聽 叫做夏天 就是大家認識的 很多利東界人家都認識的 因為他的博士論文就是做利東界的 就是夏秦祥 現在是中山大學人類學系教的 然後有很多保育團體出現 他們的保育的概念是五花八門的 有些可能跟你覺得跟利東界做的差不多 有些可能不想做一些 我完全想像不到的東西 有時候我就詳細說 其實所謂遍地埃花 甚至不是限於香港的地方 我覺得甚至是 特別是廣東 但是可能由語言的接近 文化媒體的接近 很多這些團體的出現 但我想比較吊詭的一件事 就是在這種可能 由這些運動裡面 帶引出來的一種文化價值的轉向 無論對空間的關注 無論對一種美學的 對我們城市的美學的 另一種不同的看法 這些東西的轉變 跟我們現在香港的體制政策 和發展模式 之間是有一個非常大的落差 這個落差我想成為了香港現在社會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矛盾的地方 你說現在香港 我們的市區重建 或者再廣大一些 就是地產發展 當然有些門面的東西是有些不同的 就是廣告有些不同的 就是地產街的起匯 又要用你這個主題 就是我們搞城市研究 有人有些主題化 就是起匯 或者甚至有些歷史主題化 就是和出人大法 這些例子 其實就有些變化 但是可能 具體那個運作 具體那個發展模式 其實都未必有很大的變化 例如那種利用一些公權力 利用一些農民的力量 去榨取那種地價的利益 這些東西可能不是太大變化的 這些東西 如果你要阻擋它 也不是說阻擋它很多 就是很有限量的阻擋它 所以其實這些東西沒有變化很少 很多東西表面上好像有點轉變 但是沒有人說那些地區發展平台 這些東西都是 所以導致我們香港現在社會的矛盾 就是和這個落差很有關係 這個這樣的gap很重要 我覺得現在我們怎樣去 我會這樣理解我們現在的處境 就是有這樣的落差 那怎樣做 其實我不太懂得怎樣說 我會這樣做 但是我覺得其實 現在我覺得是一個 仍然是一個醞釀的方案 我覺得是 就是很多的 很多的 就像我們說的 一種文化價值的轉變 或者是一種 在運動圈裡面 那種的變化 其實怎樣凝聚成一些 更加強的力量 去改變到體制 改變到政策 其實是仍然有很大距離的 我會覺得是 那個距離不是 另外我們沒有 像剛剛不距離 例如我們香港的民主制度 無論是地區的 無論是全港性的 民主制度 其實都是很缺乏的 無論其他港口 除此之外 其實我們自己本身 就是說 在運動圈裡面 這種這樣的 我們的體質 我們的體質 都是一般的 無論是從資源角度 無論是我們互相之間的 那種意識的 那種互相交流 那裡 這幾年我聽到 打架的合作 其實 從這裏 你會看到這個現象 特別是 我描述那個轉向 其實我沒有完全是一個正面的 例如我舉個例子 例如早前 有件事件 應該有些朋友都會聽過的 就是 西九自由野的事件 兩班文化人都會重起來 這樣 就會離任共產 其實很容易 你會看到 大家之間的那種 那種的共識 那種的合作的關係 其實是未建立起來的 我覺得是 而分哲可你說 那種之間的 矛盾激烈的程度 都會更加深 那種的落差是有關的 譬如 有些 譬如香港 很多文化上的人 可能仍然要依靠 公布局的資助去做事 但有些人可能會有 那種無政僱主傾向 可能覺得 我不接受他的動態 這些矛盾都會 跟我們一個體制有關係 我們的體制 差距就太大了 很多時候 我們會覺得 你去獲取公權力 或者公部門的資源的時候 你就很容易變成 體制裏面的人 跟我就會很不同 我們沒有中間的東西 沒有中間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 我會覺得 從令東街到現在 我覺得 我會觀察到 我們現在的運動 有這種狀態 我覺得是 而政府也好 或者商家也好 現在就是 選擇性去吸納 在這個城市運動裡 所製造出來的主題 好像 喜會 其他的 我對面也是 我想我們 我們 需要去再想多一點 我們作為這個城市運動的 下一波應該要怎麼做下去 怎麼能夠 可以發展到 比較好的 我們那個 運動 裡面的 這種團體的體質 怎麼可以提升 另一方面 就是 怎麼可以 將這個 落差可以減少 這跟我們香港 整個香港的 全港式也好 地區性也好 民主運動 是很有關係的 如果這件事 我們不能夠有 一個比較 稍微的進步的話 我們 都非常困難 要去 讓我們 那個 開了出來的 開了頭的 這個城市運動 可以有一個 更加進一步 好的發展 我大概說了這麼多 一會兒有 朋友有意見 請我來講 謝謝 因為 嚴任聰 她說不用用 PowerPoint 但是 我沒有PowerPoint 不懂得說話 所以我一定要用PowerPoint 另外 一件事 就是 剛才我聽到 杜立基 就說 有些所謂學者 就是 向這個 利東街這個運動 抽水 就說 什麼叫做時薪化 很幸運 就剛剛說正我 這樣 但是 我寫過一篇文 在有一本書 正如他所說的 這本書在香港應該不是很流行 在台灣比較流行 為甚麼流行呢 因為台灣學生講波子比較清楚 因為當這本書是讀David Harvey的計證書 所以在台灣比較流行 就是刚刚在这本书出了一篇话题 说反省利用街整个运动的目的和方向 即使抽水是一个贬义的话 这个抽水也挺辛苦才能抽到 因为不单要读很多理论 还要搜集资料 刚才黄炎琴说的那些出版本 我全部都看过 我都会亲身参加过你们在区内的讲解团 然后四处找有关人士去访问 包括肥仔Lawrence 我吃了20年 我都有访问过他 还有另外一个点 我感觉到大家觉得理论是不重要的 但我觉得理论是什么呢 其实理论呢 即是他给了我一个方向 一个立场 然后去解释和分析社会的现象 就在这里我们才可以真正发现到社会不公平的过程 在哪里 即是理论的作用就是在哪里 例如刚才怡炎琴说的有某一些有关社会运动的过程 其实在David Harkey和Hotsukin的作品里面都说过很多 即是他们也提了很多批判的方向 即是这些事情应该是怎样的发展 他们也反省了很多 这样呢 我有一个朋友 咦 没有了个公仔呢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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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认识 那些 即是你 认识那些运作 我这个朋友 就在台北科技大学 研究社会空间 这样呢 其实呢 他不久之前也来过浅会大学 展示过一个演讲 是讲香港的 这样呢 其实 他给出了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 是我在他的研究中拿来的 这样呢 其实呢 就是在全世界所谓 就是市区重建的过程中 进行那种推土食的重建方法 其实要照顾的问题有多少个呢 他在那个talk那里 是讲得很清楚 以及他问的一些问题 是很到点的 就是说 这个城市是哪个的城市 哪个的空间 以及地是哪个的地方 那 那 这样呢 其实呢 我就 就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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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像呢 我在另外一个 又是阿达明神交的 即是 会议那里 就 展示了 这张照片 我也是照 阿达明神交给的一些 蓝图 是画了这个 这个蓝图出来的 就是说 如果呢 就是说 这个 即是 香港呢 究竟是一个 什么的形势之中 这个图呢 被我们看到 就是阿达明神交给了一个 比较简单的 我就 帮他加了 几个 几个 就是呢 就是说 那个社会的斗争呢 刚才其实呢 很多 就是 港姐都说了 就是 反政府的 但是 其实呢 反政府得来呢 你是 拿着一些 什么 去反政府呢 其实呢 就是 在我看到的 里东街 那里 去看到呢 就是首先 它就是 有一个 很具体 很明显的 就是 反对的 理由呢 或者他们 有一个很明显的要求呢 就是 扭换扭 扑换扑 那样呢 就是说呢 就是 他们呢 是追求一些 在城市生活的 权利 这一样 去 去 反对这个 政府的 签策 但是呢 慢慢慢慢呢 好像 尤尹充 刚才说了 有一个 论述的转向呢 他们就 用了很多 所谓 就是 集体回忆 本土文化 这件事呢 去作为 这个 运动目的 的 就是 那个 理由 或者那个 motivation 那样呢 究竟这两样 究竟 究竟 是 就是 就是 有没有 一些矛盾呢 或者 是不是两样 完全不同的 东西呢 那 其实呢 我 那边 就是 去研究 这一样 而且呢 正如 刚才 你们都 说了很多 就是那些 发展商 或者政府 就向你们 那个 运动 抽水 正正就是 抽你 那些 即是说 你们说的 本土文化 那一瓶 那些 水 那 其实 为什么 他们会 就是 其实呢 他们是 可以说 他们是聪明过你们的 那 我现在就是 所谓的 那 就是 其实 黎东街 好像 黎英奇 和 艳阳聪都说 是给了 黎东街的 整个运动 是给了我们一个 很实际 很具体的 机会 去讨论 和批判 就是 香港这个 城市的空间 和城市 文化 那个 本质 应该是 什么 是应该 如何去研究 或者 如何去 反省 是给了我们 一个很好的 机会 那么呢 我发现 在黎东街 这个 运动 里面 其实 有两个 讨论的 方向 其实 一方面 我们必须 从这个 就是 黎东街 这个 迁策 重建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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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的 项目 里面 反省什么 叫做 时新化 第二 就是 你们 2004年 至2007年的 反财 是一个 什么 的 运动 这样 就是 什么叫 时新化 其实 因为我 昨天 用了一天 来做 这个 我做到晚上 两点 所以 我没有那么 很精力 把这些 翻译成中文 所以 抄了英文 这个 有想在座 很多人都很清楚 就是 找一些 地价比较低 就是 那些资本 由高的地价的地方 流到低的地价的地方 以至到 最重要 有一样 就是 令到很多人要 洞遷 就是 洞遷 这个 才是 市新化研究的 最重要的 一个方向 就是 那些 没有能力 再留在 那个区 那里住的人 究竟 他们 的 去向是 如何呢 这个 是 是市新化研究的最重要的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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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向 这样 就是说 市新化的研究 好像我刚才说的 就是说 很明显 就是 湾仔的重电 是一个很明显的 市新化的现象 其实 就是说 我是没有参加过 尼东街的重电 那个 运动的 但是我在很早很早 那个时候 就是 跟 Lawrence 和 小青 我也有参与过 他们 对 湾仔重电 那个 那个 讨论 我当时 也有很多 的 参与 到 到 真是变成 尼东街 当时 我想 我是因为说错了一句话 所以 我不再参加 就是 我觉得是应该拆的 为什么应该拆呢 因为 Lawrence 就曾经大望 去一个 舊楼 访问过 一个床位客 他住床位 那个床位客 那个 租客 因为 Lawrence 是社工 他 他 第一件事 跟Lawrence 说 他昨晚被蜈蚣咬 我 那次 我真的很 我 我最初都很 认识那些 所谓社区 大家有人情味 人与人之间 友谊相关 但我听完那次 我真的很 为什么在香港的 单趟 湾制 那里 有不公咬人 我 那时 当时 是 四十凌岁 那时 四十几岁 没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所以 我觉得 不是那么简单 不是 你用一些 很有关怀 很温馨的感情 可以解决到这些 窮人的问题 我称它为窮人 是吧 这样 就是 事实化的研究 其实 这些 我是在 一些 书上 文化来的 可能很 很学究 可能很枯草 但我觉得 这是 发现社会不公平的地方 就是 例如 低收入的地 租客去哪里 它有没有得到 足够的盘上 政府有没有安排它 有房屋居住 它们有没有被强行 投入一个高租金的房地产市场 要支付高额的租金 还有 它们身住的地方 有没有工作的机会 有没有受教育的机会 有没有社区设施的服务 和休息的空间 如此所作 我觉得 这些 才是我们 譬如 你从事一个重演的社会运动 最逼前要处理的问题 事生化的研究 它背后 是要讨论一些 什么的问题 就是 地方与地方之间 不公平 究竟在哪里 即是一个区 或者一个空间领域 那个营购的问题 即是 为什么 湾仔变成二万多尺 买 其实很多的 我都有看过 戏会 其实我挺想去参观 那些示范单位 因为又说那些 什么 那些 露台好像一个棺材 那样 就是吊在那里 我真是奇景的 我真是想去看 即是说 湾仔究竟变成一个 什么的地方 那个 即是 那个空间里 那个营购 究竟是 怎样去营购出来 就是凭于这个 重演的过程的时候 还有 那个不公平 它出现在哪里 还有 它形成了一些 什么的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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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要的一个议题 就是 贫富而输 究竟在哪里 我 我觉得 即是 即是 这些 那么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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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的 就是 就是 其实呢 事实化的研究 我问过几个社工 究竟 有没有在当时 去找那些 即 低收入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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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做这些 研究 他们究竟 搬到哪里 我 照我得到 人的资料 是没有的 另外一个 就是 可不可以我去再做 那时 有个性格的社工 都跟我说 因为那些 那些人 他觉得 他住在这个地方 他只不过在一个国客 他在哪里住都没什么所谓 那 还有呢 他们不想说那么多 因为 其实就是 外于 政府给他们的赔偿 所以他们 不想出那么多声 是的 那 我得到的 即 就是 有关事生化 我想再深入去 了解一下 但是 我都得不到 什么 确实 就是 人的资料 还有 在我尽量去搜索 都没有人说 即是没有学者 说这个 利东街的 时生化的 过程的研究 都没有 没有 没有人做的 那我又不是一个 社会学系的人 我真的没有 来做这些 那 这样 我就觉得 利东街 好像 叶银忠 其实他刚才都说了 其实 他帮我开了我的头 就是 利东街 其实 的运动是什么 一场运动 当然他有 一个很具体的 就是 看法 就是说 其实 从电是讲钱的 我不明白 为什么讲钱 是不好的 根本政府 就是用来 拿你家屋 你家屋就是一个财产 就是 你要为你的财产 你要保护自己的财产 而斗争 其实 是天经地理的 讲钱 就是讲钱 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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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觉得有问题 是吧 那这样 其实这个 才是最具体的 就是说 这个是 无可置疑的 扭换扭 扭换扭 这个 就是要求 就是 就是 刚才 啊 就是 就是 收购的时候 是4,000元 我也做过 一些资料 就是说 他一路的楼价是一路升升到现在2万8元 是吧 那这个呢 是足以看到 就是 很多学者说的所谓 Randgap的问题 就是 那个 是的 这样 就是说 但是 在 李东街重建和反撑材这个社会运动 我们 我们最明显 刚才 郑兄也有讲到 是一个文化的建构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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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了什么呢 譬如说 他们认为 起帖 人材 是一种 本土的经济 来的 这种本土经济的消失 历史 建筑群的查识率 集体地域的生活 以及所谓独特的工作 和生活风格的社会 就是 就算 我查过 就是 因为要来说这个 那 我也看过一些 就是 看有没有什么报道 有个 《苹果日报》 他在10月14日 也报道 他那个 当时 都用的 就是那个 headlines 那个头 那个 都说 是 是 那 是 他们 访问我 那 就是 那些 那些 就是 那 那 呢 那 那 呢 我 就是 因为我是一个 讀书人 所以呢 我就回到我的书 那 我究竟 要怎样去反省这个问题呢 根本是因为很多人都说过 这个世界没有东西是石头爆出来 我可以 就是 我一定知道 就是一个清晰分析的立场 我一定要找回一些相关的理论去了解 那 那 David Harvey呢 就写了一篇文在2022年出发的 那 其实他已经讲完所有的问题了 我只不过借他这篇文来 再讲一次 究竟 这个 运动 其实 他的目的和方向呢 是可以在什么方向 去办法 什么的 context 什么的 脈絡 去分析 那 他这个 这篇文呢 就是 台湾的王志雲 就翻译了 就是 地租迪迟全球化楼 建议文化的相文化的文化 那 他 其实呢 就是 他呢 就认为 用文化的各个去解释 一个空间 就是 就是 其实就是 好像很多人都知道的 就是 去分析 那个地方的建筑物 心物 的经历 的历史 由这个方向 去重新 规划 那个地方 那 如果这个特别的地方 就是 湾仔的 尼东街 那 他建造了很多 意义 这些意义呢 他就 就是 确认它 唯一一种 独特的意义 那 是涉及 本区 就是 大家要留意这些字 独特 本区 这些字 本区的集体记忆 的认识 历史 和政治 应同的理論 因而呢 衍生了很多论述 那这些论述 那这些论述 要来做什么呢 就是界定 什么叫湾仔 什么叫做 或者是 哪个不是湾仔 那 其实呢 David Harvey 就觉得 这些 这些 独有的 美学的方向 美感的经验 独特的生活经验 本区的 独特的历史 生活文化的意义 甚至乎 你对 那个区 怎样界定 或者那个区 是 那些人 要什么人 叫做 积聚象征资本 即是积聚着 一些象征 即是这些是一些资本 是你们在积聚着 一些象征的资本 然后呢 就内积 这个 这个 即是区 那个标记 当然 有很多的方法 就是标记这些 建筑物 有价值的建筑物 出很多书 展览 文化的事件 去加热支持 即是 其实你们都说了 然后呢 甚至乎 譬如说 很多那些 什么 就是 所有 即是 什么生活都 转变成一种 都市企观 这样 叫人去 参观 这样呢 很多人都说 这些 是一些空间的美感的原因 然后呢 就确认它是一些城市的性格 独立的性格 那 有些人就认为 我这些东西可以用来做什么 吸引游客的人 那 即是 其实呢 在Suki 那里面 其实他就说 就是说 即是说 DD 在这个论财里面 我们就用了 一是DD 这样的字 即是由于是 我不说的 就是它呢 如何去界定 你们 即是 那些 彎仔油 在彎仔里面 那些生活 那些特质 是什么 其实这些所有的字 都是适用 即是于 这个 文化的结构的 运动 就是 本真 自然 温馨 純托 诚实 有机 舒适 充情达理 真诚诚恳 独特 人手 恭维 这些字 这个 在我本书里插出来 就是说 这个文化的论畜 其实就是这样形成 譬如说 譬如说 刚才提到 湾仔文化 或者 喜帖文化 或者 分族文化 这些字 全部都可以 在你们 出版的 出版文 那里 出现出来 那其实 这个 湾仔里 中间文化 的 扣造 就 慢慢 出来了 在你们的 运动的 程序 但是 我认为 这是一个 虚拟性的 再创造 对于这个 community 和这个 区的 过去 明白吗 用很多故事 用很多 语会 就是 人用一种 美学的角色 是去 去 impose 就是 去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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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 不是这个 人 但是 我们 很不记得 后面 是有一个 庞大的 全球化的 资本主义 的 资金 的 留的 民作 而且 如果 连上去 旅游业 那时候 根本 就是你们所谓 被人抽水的地方 其实 那些 学者 就会问 这个是哪个 的 这个 是属于哪个 就是 有一个很有趣的 问题 就是 湾仔是香港的一个区 湾仔和銅鑼环的界约在哪 所以 所谓 湾仔人 我甚至看到一些 就是 那个 一个 是民性 女的教授 要 准备 女 列丹 她说 要准备 湾仔人 就是 去到一个 如何 构造 一个 虚拟的 问题的 位置 然后 其实 这件事 真是 资本家最开心 正正就是 要抽你这些水 就是说 这两句话 是哈比说的 他一定要积极地投入 文化歷史 史证美和意义 来令到这个地方 即在它那个 象征的支援 令到它能够 令到这个地方 是一个 unique的地方 那它便可以 垄断这个地方 它正正就是 透过这种 首帘去获得 这种多元的文化 这个 象征的资本 比如说 好像在 领会的 那些 宣传 那里来看 我们也看到 资本家的要务 就是文化 这种东西 正正就是 他们的 那些 宣传監章 那里 融合了重点 保育本化的元素 又有历史 又有保育 又有传统 是吧 是的 到最后 我们要说的 第一点就是 都市的空间 如何成为 一个斗争的场合呢 David Hubby说一句话 可能很多人都不是很对的 他说 本身原创性的纯粹价值 以由文化特殊性的 原创性的美学 是专属资产家的产品 而不属于 老公开学 道文 或者其他非诸本主义的历史地理 而且 你如果做了这些东西出来的时候 这些东西的存在 所谓文化特殊性的美学 原创的价值 就是 这些东西是为了创造 拥有全世界 和不得不这样做的历史 得以匿取 那段地租的更肥肃土 他就是这么说的 就是说 我们如果要 知道 就是说 我们如果要 就是说 进行社会运动的时候 我们当然要知道 就是说 社会空间 和社会时空的复杂性 在哪里 而最重要的东西 我们要找一个 就是说 社会的不公平在哪里 如果我们要知道 社会的不公平在哪里 我们一定要从全球化 至这本 混乱形成的形态和空间 社会关系的形成和结构 垄断是怎样形成 和怎样形成空间和家庭 文化怎样相分化 和政治怎样艺术化 是他不允许的 我想说一件事 谢谢 很多谢夜晚中和郭欣慈 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 说这个重建运动 我们现在的时间 就全部开放了 我们有没有多两张椅子 就请了阿闪和独立机出来 大家现在有什么问题 我们可以重新再问一下 有一个问题 我想我们现在会不停地面对 就是事实化 我们是否应该有去继续下去 因为我们是应该 我们要怎样去看事新化 这一件事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 做的事情 例如好像重建 那样 那区的环境 事实上 那些东西新了 好像现代了 就很容易引发事新化 那我们是否 好像做规划师来说 我们是否应该有去继续下去 因为这一件事 是不到我们去理的 而是由那些资本家 他们去决定 是这个决定 应该是在哪里呢 就是事新化这个 这个过程里面 产生那些 事新化之后 当然会有很多的利益 那这些利益 应该是怎么样 是由哪些人去决定 哪些人可以分享到这些利益 因为这个对我们来说 波罗斯都会是一个 就是我们都是要 我希望知道 因为我们 我迟些我们IP 都会有一个project 可能都会面对这一件事 就是我们希望知道 我们应该是怎么样 面对这一个问题 就是我 有关事新化 我是 就是看过一些书 我是 以我的 范围 以我的研究范围 我是 没有能力去做 事新化的研究 但是 就是说 就是 你 你 你 我 叫我 理解你作为一个 规划师 其实 就是说 有很多的 就是 就是 这个 香港的空间 那种 不公平的发展 或者 在空间上 形成的 就是 绝对的 贫富懸殊 这些东西 我想 就是 由政府 去到 这些规划专业者 是 应该 是 清楚去 了解的 就是说 譬如说 照我所知 可能有点错 了 天水围 和东聪 到现在为止 都没有医院 都没有医院 就是说 这些社区的服务 或者社区的设施 就是 你搬人进去的时候 你是没有 考虑过 那些人是在哪里搬去 这些 就是 就是 那些 就是 天水围和东聪 就是 在城市的市中心 搬进去 为什么要搬进去 是很明显 市区要重建的 是吧 就是 我觉得 这些才是问题 这些都是问题 好似 对于下期说 那些 美学 那些 绝对不是 就是 那些 工人阶级的问题 是的 我想说 有很多 或者 独立机 我先说我的身份 我永远都是边缘人 就是 你 你是站在所有不同的位置 做不同的事 我都是 就是 弱了一部分 就是 就是 当你 面对 事生化成 你是不能够斩去 一个学术的高地 去处理的问题 因为你当下 已经做了一个决定 做一些行为 最好的例子 就是 南屋的例子 很多人有参加过南屋的过程 就是 在那时 那一刻 你是去注重 住在南屋的人 就是 在那一刻 你已经知道 那个推讨机 已经迈到来了 他要搞一个什么什么 防协 跟事件局 要合作 搞一个什么什么 project 那就要清理这些人 走去 玩家玩 你在当下 你是需要行动的时候 你就会再想 就是 補充他们 但其实 旁边那些车房 都是走的 你搞的 那样东西 那样东西 你又要组织 又要 又要 又要讲故事 又要 那样 那样 你 考虑到 不过你搞了那么多 都是 那些街 都是会变的 他都是会走来 买你的店 变了咖啡 旁边那些东西 又要搞酒店 又要组织 你在那个层次 你一定会有很多的思考 很多的分析 很多人在旁边的人跟你说 但在另一个层次 即时的行动 已经要发生 组织者 和住的人 已经说 那是怎样 我有没有选择 我不能走 我不能走 多年 我不知沙几湾是什么地方 沙几湾好 还是油堂好 要给你公屋 这些所有事情 都在即时发生 所有行动 都要即时採取 我永远就是说 你是一个区学士 即时面对那些行动 我又来区学士 又在大学教书 又在想那些东西 又在想政府那些东西 所有东西就是 在求求你 即时在做事 射落区做事 有很多的感受 所以在这种 特别是公权力 参与的例子 已经不到你有一个选择 只是当下 你觉得有一组 不直接受影响人士 我们能够如何做 对他们来说 有什么选择 有什么方案 就在那里做 我觉得是 无法全面 去照顾长远的 影响人士 但其实有很多 最明显的 事生法例子 就不是有公权力 直接参与 我觉得近几年 最完整的在香港 出现的 你可以由开始 到高峰 正在发生的 一个小区 真的去做研究 就是大坑 任何学者 我都很希望 你周围住进去 你只可以看到 暂时未有 所谓事件 鼓住 你踩着你的脚 我可以補充一样 其实在 LDC年代 我们是做过一个 研究 按大坑 我们当时 看到大坑 是有一个 可能性 但是我们 做完 研究之后 决定 你是说九十年代 初期 那时候 就是土法年代 我们觉得 不应该 我们是不应该 踩一脚下去 因为它本身 那个社区 它是有很多 活力 在这儿 还有很多 现有的 workshop 车房 那些 如果你 譬如 那时候土法 踩一脚下去 他们去哪里 其实 都是一个问题 我们都知道 所以那时候 我们就是 有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 很好的决定 就是土法 不出手 不踩一脚下去 有它在 自己 它们 它们 社会 自己本身 自发 这些东西 就是 很多 我们 就是 公权 就不可以 影响动了 就是一个社会 自发的力量 有它 有它 但是自发的力量 就是说 全球的 资本力量 是不用你公权力 它都是在 这些事情 正在发生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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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其实想回应 和说一下 十年回顾 因为 都很少回顾 现在 正所谓 每天都打仗 哪里还有回顾 还要十年 那么长 但是先回应一下 其实我不是太容易 就是 刚才 可能几位港姐 都有提到 说 政府真的很聪明 啊 抽水 抽得很厉害啊 其实 政府抽水 是抽得很厉害的 就是 大家讲 喜会 但是大家 记不记得 就是之前 他将 起到解割的名 改了做 喜欢你呢 真是被人 骂到 傻的 就是 我想先提出 一件事就是 是不是我们 所说的那些文化论述 或者 就是《起庭街》运动 提起的那些文化论述 都是毫无折扣地 被政府所利用 然后 全香港人 看到 市建局和发展商 合作将 《起庭街》的舊子 改名成为 《喜欢你》之后 哇 真是重新啊 《起庭街》真的在那里出现啊 就是 是不是 那么聪明呢 那个所谓 就是 将原本的文化论述 具为己用 那个具为己用 是不是 那么成功呢 我很有保留 因为 就是 喜欢你这个名字 真是笑到 妈妈都不认得 原来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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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希望他多抽点水 是这个意义 因为他抽到都错了 整盆水淋落自己的头上 那么 那么 进一步我想处理那个真正的问题 就是 是不是抽水成功 我的确不是重要的问题 其实可能他只是聪明一点的人 抽水就会成功一点 那么 不过现在那些人太蠢了 那么 我想处理的问题 就是美学的问题 是否一个假的问题呢 我认为 不是一个假的问题 就是任何的政治 其实都是一种感知的政治 就是其中一个层面 就是 那些人贊不贊成重建 其中一个主要的理由 支持重建 都是一种对旧区 一种很负面的想像 很负面的想法 那些负面的想法 是通过一大堆 就是 我说的戏图交换还之前 就是刚才上一节 就是 就是 闪慧荒、杜立基、黄英奇 都说很多 那种 就是整个媒体 在铺平台地 其实现在CCTVB都是这样的 就是同事建局 是这样的 那 那 他们先是 感知上 征服了我们 哇 在油麻地旺角 朗普风就是厉害的 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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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第一个问题 我想挑战的 就是 美学 其实涉及一个 感知的转换 就是 从原本一些 可能都是由地产商 政府 它所生产出来的 一种 感知上 对构它相当负面的观感 来进行一场转换 就是我认为 任何政治都是 包括现在的终審法院的判落 明明在数字上 我们看到不早新移民 对于终缓的使用 明明是一成的比例 但是大家都会觉得 很多人都会觉得 哇 新移民全部都是终缓的 那样 这个感知的问题 这个不是一个真实的问题 这个第一 又或者倒回回来 感知就是我们的真实 那 那 那我进一步想说 就是其实 那我希望有一些问题 我作简单的 就是三排两个搏走它 就是 我们以前搞 旧区运动 基本上有个原则 要搞得很清楚的 就是 什么问题 就是什么解决 就是什么意思 就是 如果你发现 那栋堂楼有很多老鼠 那麻烦你找老鼠药 来毒死那些老鼠 如果你发现 那个堂楼又不攻咬人 那 其实最好 就是可以帮那个基层 换换了 就是譬如 他真的不想住堂楼 去被迫住这些地方 那帮他转换一个单位 最好就是这样 而不是拆了整个堂楼 如果按照这个逻辑 就是很危险的 因为呢 你会在堂楼里面 发觉到一些 被 就是不攻咬的租客 但你可能在堂楼底 你可能在路宿者 不同的地方 你会发现那些路宿者 被狗咬 被整个人咬 被很多人咬 如果是这样 就所有路宿的地方 全部剷掉 就最好 所以 这个第一 什么问题 什么解决 如果很多老人家 真的 走楼梯很辛苦 有没有办法 放升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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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 这个就是 我想说自己的东西 然后 简单 我想说就是 这个关于旧区 其实我 听完一天之后 我其实很想想一个问题 其实社区的政治 或者地方的政治是什么呢 其实最伤亡应期早走 否则有机会 应该留他讨论 因为我觉得他多些 都是说地方的行政 但是在淘楼运动十年 我觉得多些是 多些的 就是说一种地方的政治 就是一种新的政治上的可能 我觉得这个第一个可能 首先千万不要本质化 某一个社区先 因为我举另一个例子 我觉得这是一个新构交调的过程 就是老土地说 我想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其实我想说 弃烈家运动之后 那个扩散性是很强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 就是因为这些社区的东西太迷身了 太迷身了 我不知道是真 或者是假 也好 你喜欢了黄澎湃飞 你喜欢了喜调街 你喜欢了邪安琪的喜调街 你觉得这些旧区是有味道 你突然间有一种认同 其实你在香港不同的旧区 你可以找这种生活 这种扩散性的力量很强 譬如我身边很多朋友 都因为这样搬去旧区 因为有多长运动 或者搬入村 现在做了元朗人坚田 他们开始不断发挥这种生活 其中我想举一个例子 就是 其实那件事很复杂 举个例子 我现在小弟住了 现在住了八年 其实就是搭住喜调街运动 搬入旧区 觉得里面是有点东西的 最近我要搬 我特地问我熟的街坊 我熟的街坊问我 搬不搬好 我问了两个人 有两个反应 两个人都是三十岁左右 出生就在那里住 第一个人的反应是 陈景花你不要搬 那为什么呢 你是这里地胆来的 我住了在这里三十年 我都不觉得我是地胆 那我这样 但是她是住从小到大 在我楼下的教会成长 整天又在那里走来走去 那些现在在那里读书 读博士那些 这个很有趣 我当然是不会定答过她 但是我想说 她这个反应 大家记住 第一个反应 第二个反应就是 我旁边的一对女生 很有趣 她看到我们搬走 我们住了八年 她又很不舍得 一坐下来就说 你们搬啊 不要搬啊 以前呢 我住在游麻地 她去到湾仔 她就说 我以前在湾仔回学中学的时候 我都不敢告诉别人 我住在游麻地 我住在游麻地 我在游麻地居住 因为她说她有点名校 她不敢告诉别人 她就说 但自从你们来了 之后呢 我觉得很帥 住在游麻地 这个很古怪 我不是说我们真的很成功 我是说有点反风 在那里面 然后这个女生 又很有趣 她早半年到结婚 接着她就去 樓下茶餐厅拍照 她说她以前一定不会的 但是同一个人 她又很搞笑 她又是出生 一直出生 但她临走时就说了一句 到底什么时候收呢 这里可以的 其实她是要搬走的 她跟她老公去将军澳住 她想赚 就是她想 可能有些收入她的 不只是住家 我想说什么呢 我想说就是 其实 我也不敢说 在那里住的人 就很想一定要保留那里 而新进去的人 就一定是想 利用那里去增进自己的利益 所以我们想说一种 关于社区的意识 它是一个交替 複雜变化的过程 在那里互相学习 这是第一 第二 我再说完 就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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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有点误言 但是这个 我觉得 第二个问题 是一个关于空间 和民主的问题 其实 就是我刚才说 如果《环影期步》走 我会很想知道 这个地方的Politics 是什么 因为那里 就是譬如你 旧区一个很大的特色 我觉得那里的人 的自主性 很强 就是可能 一个菜当 在一个旧区里面 我已经扩散了 就是说利冬街 第二 利冬街那里 都应该会有相应 这种自主性 去不同一般 规划得非常严密的私楼 甚至乎现在 私有化了公屋之后 连派单章 都不可以派的公屋系统 而是你在旧区 就是那些 那些 一条马路上面 可能又会摆 菜当 很多活动 在同一条街上发生 就是在这个 这样的情况下 一种新的 我觉得是一种 尊严和自主性 在那里出现了 而这种尊严和自主性 其实之前 这些运动出现以前 住在那里的人 可能会觉得很平常的一件事 但是根据我参与或者生活在那里面 你会发觉这个 所谓一个美学的转换 或者文化的论述 其实 会重新去 去 确认自己 那些是 一些有意思的东西 不是可以随便 避食环署事件的警察 那些 而这个空间的自主性 就是你生活在那条街 你可以说 譬如 我们留下茶餐厅的老板 他会在 广东道那条马路上 杀太极 因为他的店铺就在 对着那条马路 因为那条马路 又摆了菜当 又会走车 那 一个人 就是 为何那么够胆 会走去那条马路上 杀太极呢 其中一个原因 是因为他在那条 生活了三十年 而那条也不是一个 被严密地 规划 或者管理得很严重的 一个 新式的发展 所以 这种是一种 新的 民主来的 民主就是人变得自主 和平等 他不是一个受管理 接受很多规划的人 那 我最想提的是 其实 曾经 这个就是秋水 独立基说得对 这个就是秋水 这个曾经是另一个本土 我们那段十年回顾 其中一个 我觉得少人提了 就是 我们那时候 有另一本书可以提的 是马国明老师的 路边政治经济学 他提出一个说法 就是所谓本土 就不是说广东话说得正不正 是不是有厚音 那种 所谓本土 其实是 要追认我们城市里面被压迫的 中低下街灯的人 找回他们的生活出来 这个就是另一种本土 在城市生活里面找回我们的自主性 找回我们的平等 所以 这个就是 我想说的 所以 这个就是 我想说的 例如 Janky提的David Harvey批判的那种 美学和资本主义之间的那种勾结 我觉得其实 是一个不同的残酬 简单来说 我觉得我们怎么去理解运动 和怎么去做一个政治经济的分析 我想可以是两个不同层次的分析 例如 例如 例如大家看到很多运动的论运 例如 不管你 convey 部份的 ant阿细 例如 或者你可以ый 在过去 甚至看到很多工人阶级的运动 内其中一点 也很多 政治上不正确的 说法 人 不论是 十九世纪的国人运动 并不是在之前的 所以 我觉得 我觉得 我会补充部分 因为我理解 程庆 burka 其實過去我們發展了一些文化的論述 我覺得是讓市民進入一個公共領域的入口 但是那個入口就代表在一起 什麼意思是很簡單 譬如當大家都很關心某些社區的特色 其實有些東西的確在論述中是沒有很涉及到的 如果這個問題不是關鍵我們說不說的問題 而是有些制度出來讓公共所關心的東西 是能夠有一個制度可以讓它可以照顧到的 舉個例子 譬如我自己住在北角 有一個很大的發展地方就是前北角村 最近我經常去想 前北角村的資料最多的時候 住了兩千多戶人 但是現在在豪宅就住了七百戶的豪宅 如果從公共的角度來看 我會想到以前有二千多戶的公屋居民 他就不能夠再住在一個交通很便利的地方 就換了 人數少了很多 而且還不是普羅百姓的人住在那裡 那這個是不是一個公共議題 這個肯定是公共議題 那這件事本身 怎樣能夠在我們的運動 以及我們的制度裡面能夠 可以處理到 可以做得比人家好 譬如我這個地方 我覺得不應該 整個塊地變成豪宅的發展制 特別那個地方是公共村民 不是私人收購公民 政府在這方面應該有一個責任 有一個能力去做 他做得更加好 那這些事情 我覺得在過去的運動裡面 我們是否肯定未到這些位置 可以去動到這些土地的規劃 這些土地買地的問題 我覺得這肯定是一個方向 Jaggy提到一些關心 一些關注 我覺得是合理的 這些關注怎樣 在一個運動裡面 我再推進下去 這個才是重點 我覺得是 或者我 你又想不想回應 我回應一下陳景輝說 就是說 其實呢 我不是說反對 拆掉舊區 但是呢 我覺得那個問題就在那裡 而是說 你剛才都說 就是說 有某一些地方 當它的規劃不是那麼嚴密 它的控制 即是食環處 或者那些政府機構的控制 不是那麼嚴密 那些人呢 那些人呢 就 你所謂 他有 很exclusive的舊區文化 去保護某一個舊區 而是我們要去 即是爭取一些什麼呢 就是 就是說 公共空間的 不應該那麼嚴密 去控制 或者去監視 而讓人民 有一些自主性 譬如我舉兩個例子 譬如天水圍 他有一些社工在做的 那個什麼區 天光區 天光區 屯門那些 阿伯呢 在屯門公園那裡 翻天覆地 在唱歌跳舞 是嗎 即是呢 那些地方呢 不是舊區 是嗎 但是呢 其實 它是中了你講的 就是 那個規劃 和那個 對空間的監視 是不是那麼嚴密 所以那些人呢 是有自主性 是去organize 去組織 他應該怎樣 用公共空間 這個才是 那個point 這個才是 我們要去爭取 在公共空間 要得到的 你所謂的 民主性在這裏 而不是 用盡 一種 我稱為 中產階級的美學 去美化一個舊區 是的 這就是我想說的 阿仙 是不是 有什麼回應呢 因為 今天 大家的美意就是 指示一下 將來的城市 運動的方向 要怎麼走 而這個也是 我們十分關心的題目 正如剛才我說 其實我們是 不知道怎麼走下去的 我們經常都說 我們最沒有勇氣的 就是 放下重建 不要再做了 實在是做不來這樣 沒有勇氣 放下 就變成要繼續走 是吧 我想 剛才 Chucky 提過 一些街坊 吩咐我 吩咐我 阿仙 你記得 你這次去做分享 並不是以一個 學術的角度 去做回應 所以呢 如果關於一些 剛才我聽不懂的 學理論的部分 我就自己私底下 作為學生 去處理 今天呢 回回去 H15關注組的 就是 幫忙出來分享的 朋友呢 就是回到運動的地方 剛才Chucky提過一個 是我們的確面對的困難來的 就是當你面對著那些租客 當租客告訴你 我不敢說那麼多 我不敢出來做些什麼 因為我怕著我那間 可能有得上那間公屋 或者可能有個不賠償 會因為我出來 而棒打出頭了 這個是真真實實 就是無論是組織 來講 因為當年 Jacky你在做研究的時候 就是面對那個真實的困難 即是 即使去到今天 我們去到 土瓜灣 去到九龍城 去到 深水埗 哪裡都是這樣的 就是 但是是不是不做呢 就是 你這麼害怕 那收拾吧 不要做吧 我們三天 樂園區就可以收工回灣仔 不用做組織 那如果是這樣 那事件局又開心 那我們 就是 我們要怎麼做呢 就是 怎麼說呢 就是 現在的情況 如果剛才說的 是不是去捕捉一些 區的性格 或者那個地區有的一些 那裏的街坊的認同 就直接變成了一些 將會被挪用的 就是 象徵式的資本呢 所以 因爲這樣而不要再搞呢 那這個位置 我還未想得通的 或者我們分享一下過去 我們在不同的地區裏面 我們在做的那些工作呢 看看 有沒有 在座的朋友 可以再下來做一些 深化的研究 去再指示一下方向 譬如我們在順寧道 順寧道 我猜大家都知道 順寧道的關注組 就是如果剛才阿聰頭說的 當我們發覺到一些不公平的時候 我們那個 就是 就是入口並不是所有 而我們希望 如果沒有聽錯的話 我們希望爭取在制度上 可以確立一些的東西 可以照顧那個不公平的話 那我就想起我們在順寧道做的 就是 由順寧道 直至今天 砌了這麼多年 才能動到那個政策的小小 就是一步 就是 當時在順寧道 有一些天台的街坊 就是被要求他們 說你非法的 你搬啦 你是租客 你住劏房 你給業主收樓 不關我事件 那所以我也是幫不了你 你也是走 那就是當時的街坊 就是我們做的事情就是 就是 下街 睡街 抗爭 或者什麼 那 我們都搞那些天台文化節 就是 基層有生活 天台有文化 就是如果一牽涉文化兩個字 就變成woman的話 那就真是罪歸萬死了 就是 由順寧道 開始我們爭取著 如果被 在重建的過程裏面 被迫遷的租戶 因為事件局不認數 而得不到任何的保障的話 我們覺得這樣不行 那做了些什麼呢 那我們都 神不不該 做了一些 和文化有關的 繼續工作 我們都不會做 都是做這些 但是政策上面 是否不管呢 是否只是在這裏 再歌再舞 寫下 寫下橫牙 貼下標語 畫下畫 拍下相 那我們就收工 其實就根本而不是 即使你當街也不是 就是 我們這一陣有做 但是 裏面關於政策的 漏洞 要點出那些漏洞 去解明 然後希望爭取一些改變 有沒有做 有 但是做不做得到 當然不是那麼容易 那麼容易不用做 對不對 那麼在神靈道那邊的經驗 就是 當年的事務局 說得明 就是 你被人欺負不關我的事 你被人家租不關我的事 你被人家租不關我的事 答覆回來 就是這個是自由市場 到今天 就是經歷了幾個重建項目之後 剛剛 剛剛 我們 即昨晚才跟街坊去探訓 就是 終於 我們 也都繼續有 街坊被人欺負 不過 今天 如果他再被人欺負 他已經可以在事務局手上拿回一封信 去確認 你的確是曾經在重建區裏居住的 而當事務局落實這個項目的時候 事務局很多程序 那些很複雜 我稍後再說 總之 他公佈那天 就不代表落實那天 他公佈完之後 一年半載之後才落實 而那一年半載的真空期 你被人欺負 簽家租就不關我事了 那到今天 如果被 在這個期間被搬簽家租的人 我們那個街坊就已經搬走了 又覆盟街坊再去監善你 那他現在能夠拿到封信 封信就是證明當時人口凍結的時候 你在那裡 而如果這個項目落實的話 你將能夠獲得安置和賠償 我想說 我不知道這些 就是否在制度上 希望制度化去照顧那些 弱勢或者不公平的地方 我只是想說 那種以文化作為一種 策略的運動方向 很可能有 剛才Jacky說的危機 而在在地點實現了 就是 尼東街有很多不同的 就是運動裏面的口號被挪用了 但是 是否代表 就是這幫人 你這樣做 就死路一條 也都是因為 有這些文化的煙幕在那裡 所以我們看不到運動裏面 其實都有另外一些進路在那裡 有沒有其他朋友 好 我欣賞 我不是很學術的 所以有一個問題想問 還有一件事想說 可能就跟這次的訪問 不太相近 因為我剛才聽阿閃說 之前可能有一些運動牽少到 天堂文化等等 因為我現在工作的關係 都會接觸到 一些比較住惡居居所 天堂的地方 其實我比較悲觀一點去想 因為第一 我自己接觸到的地方 或者一些舊區 其實比我讀書的時候 那個想像是差很多 他們住在天堂 無論環境、衛生、安全性 都是可以很惡劣的 我不知道這樣說 是不是恰當 如果我們不停地去說一些 譬如 其實天堂屋都OK 住下去很漂亮 一些舊區都OK 你看他們相處得很好 為甚麼 變相 某情況上 可能去到最後 情況 既然這樣OK 我們把所有天堂都離開 所有天堂 我們不要拆了 讓他們繼續在那裡住 房水台又少了 我又減少了一批 會不會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我不知道 可能是我過度地去 interpret 了這些 包括我覺得舊區也是 其實我們可能看到 現在有一些舊區 我讀書的時候 都是那一句 其實舊區有很多 自己獨特的文化 我們這樣 interview了進去 是不是好 重建 一個推幅機 拆掉所有的東西 會不會是這樣的情況出現 但是 我自己再 接觸多些的時候 有時候我看回一個情況 就是 現在這個重建模式 肯定是有問題的 就是 中間都有很多 很值得相確的地方 或者證明是錯 我覺得不應該是這樣的地方 但是 會不會 這個是有問題的 會不會在我們將來 其實 反過來 其實重建是一個 一個 可以最後達至到 那個地方的 能夠保障到的同事 就是一些 其實也是可以 改善到那個社區的一些 因為 真的 一些樓 我不要說 有啟明街 簡直是危樓 但是 可能有一些 老化了社區 阿婆行七層 那 會不會有些 改善的空間在這裏呢 當然 現在的情況就是 喂 阿婆行七層很辛苦 我給你們錢走 我拆掉它之後 起動 四十層高 還有 官月華峰那些 棺材房 那種 那種 大家都覺得不恰當 但是 這樣不恰當 是否代表 重建 我也是想問 是否 就一樣 一定是不好呢 就是 很幸運 有個聽眾呢 就是 說的事情 跟我想的事情 都有點相似 那 我想說的事情呢 就是 好像這位朋友說 那些人呢 就是 有蠔工藥 叫一些滅蟲組 你滅了它 就可以了 但是 那個人呢 是住在床位的 你要知道 那個人是住在床位的 這樣呢 就是說 比如說 文化這件事 我要說 就是 我也是讀文學出身的人 那我沒有理由是反文化的 但是 我發覺 就是 正正好像 剛才這位朋友說的事情呢 其實 那個問題在哪裏呢 就是在那些專業者那裏 就是說 規劃師和建築師那裏 那裏 我發現 在這個運動裏面 有很多規劃師和建築師 是參加的 他們呢 就去宣揚 某一種 舊區的文化 多麼好感的 什麼 但是呢 問題就是說 好像剛才我們說的 其實 就是說 在一個城市裏面 其實那個公共空間 是怎樣規劃 和怎樣管理呢 這個才是最主要的問題 那些 就是 參與的 就是 專業人士 我會找到的 那些 他們說的一套 就是 和老游很貼近很相關的 就是一種展示的文化 那些論述是很多的 但是呢 其實他們是完全沒有理解到 一個城市是應該怎樣民主地 比較民主地 和比較公平地規劃 就是說 就算我們呢 拆了別人的樓 搬別人去哪裏 他再住 即是 再去重新住的地方 找 有沒有 他應該 作為一個都市人的 所有的 住在都市的權利 例如 教育 工作 娛樂 休閒 種種 我們要問的問題是這些 就是 我發覺 我不知道後來 就是 當然 李東街這個項目 或者這個運動 是有很大的迴響 但是呢 另外一方面 就是如果我們 去反省李東街的項目 那時候 擺的重心 或者 給某些人 擺了重心 在某 即是 一種 即是 那些 中下階級 下去 即是 組織那些文化 那裏 作為那個重心的時候 是否 我們應該 更加深入去討論 究竟呢 最重要的是 一個城市的空間 應該怎樣民主地 以及公靈地規劃 以及建設 這個才是一個問題 我覺得 杜拉基 你有沒有回應 剛才剛才問的問題 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過 阿嶺方案呢 阿嶺方案正正答了你的問題 阿嶺方案有沒有公屋呢 阿嶺方案是有安置租戶 尤其是應該沒有這些事情 也好 我猜 我想 不在這個問題上 我想講 正正就是 我說 在十分 cit 大家想著 對不對 幾憶中 李通界整件事記到哪個片段或者哪個景象 壓力方向正正就是有新樓有舊樓有租客有業主舖戶 我們幾乎連怎樣留一個租屋的舖戶 在街坊那些規劃的諮詢會和街坊自己的工作 都討論了有沒有辦法令到租屋包括住戶和店鋪 在那個過程大約有差不多一年的時間 很多個會談類型的一件事很有趣的一件事 有人說當時參與的街坊都不相信這件事會實現得到 因為他們知道它的阻力真是很大的 但為何我們打起都要真做呢 即是當時 即是跟著打起真做 即是我們當那個方案真的會通過得到 即是我們知道它的機會是零的 即是我們要做到一件事出來 是正正就是剛才說的那件事 是每一個的原有在那裡生活居住的持份子 都是有著落的 即是這就是當時是 即是我用很傻的一些這樣的功夫 我都是回應我完全不是文化藝術界 我都想回應這個問題 其實在我先前 如果我再重組過我之前講的發言 就正就是回應了 大家就用了我這個抽水這個詞 即是沒有正面沒有負面的 即是其實在那個時候 整個的緣起 即是何況不是在抽所有的人的水 這個剛才為何我會說 向人講人話向國人講 當街坊是無路可途的時候 賣力的人他是文化藝術界 他就說文化藝術界 你為什麼要保留林東街坊 為什麼要保留林東街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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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建築師 我們不是來跟他們說 你是建築師 為什麼要保留林東街坊 你是搞經濟的 社工就說社區網絡 其實澳洲坊 都是在講整班街坊 為什麼要留在那裡 我們是在抽那些人 即是很明白 我們是所有不同的街坊 所以當時是沒有人知道 為什麼要保留林東街坊 即是不應該用推導機推導他們 於是乎之後 所有的人都來抽水 是理所當然的 於是每個人在裡面 看到自己有興趣的東西 然後自由發揮 發揮之後 即是人為人 發揮人的鬼 就是發揮鬼的東西 即是那些鬼就拿你去 所以正正就是這件事 令我們發現 就是在整個運動裡面 就是寸道必爭的 所以整件事是dynamic 和立體的 你以為那件事幫到你嗎 對方又會拿那件事 來找著手去做它 想預做那件事 正正這件事 也跟我剛才發揮的 最終的段是有關的 即是由80年代到2000年 即是地產和金融業主導的 香港社會的發展其實是去到盡頭 即是所有的問題已經在累積著 以及爆發的 即是金融風暴 或者沙士那些其實已經是 預言了出來 在那個時候 即是資本 即是那班操弄著主流社會的人 其實已經在找著新的路數 在西方的城市 全部都在找著這個路數 所以我們先讀Solkian 即是在他怎樣繼續支撐 他的資本盤上 就是找新的橋 其實89年開始 人家已經在找文化藝術 那麽適合你那班傻子在講 2000年在講這些 那麽適合 西九也是這樣走出來 西九原本有個傻的 有個傻的建築師叫何鋒 就說很不喜歡文化中心 尖沙主那個 就說要在那裏這樣 接著馬上地產商 這是在講的 end of 即是992000轉折的時候 地產商馬上就說 正啊這件事 即是文化藝術 是地產的偉哥 就是細放 那馬上就說 不如給地產商做 那那個傻子 即是那些政府那些人 就馬上說 好啊好啊 就有什麽規劃比賽 接著被人踢爆了 才由政府來做 政府做到 其實正正為什麽 所有事都在那2000年前後發生 就是香港資本主義的全球化的時候 去爆煲 即是要找新的偉哥出現的時候 其實和西方可能95年 已經發生了同樣的遺跡 正是我們在做事的人 其實是對的 即是我們要意識到 即是我們拿這件事來幫助我們的時候 即是那對手一樣是在做同樣的事 他一樣是會在做的 即是你每天都在打這些這樣的仗 好 講了幾句 講了幾句 我正想抽水 那你再講兩句 那我先抽吧 你先抽吧 我記得有些新的朋友仔 就是年輕仔 那我就作為H15關注組裏面的其中一個 叫做中堅分子 人家叫我 那我都給那些年輕仔知道一下 就是土法當年的重建 也都有人可以印證到 那過去他做一些大型的項目的時候 他在周邊會有一定的物業 是預備有一些金錢不能夠解決的人 不可以離開社區的人 可以安置到他們的 但是市區重建局出現了 亦都不見到他會做一些 這樣較為少少人性化的事 那這個是其一 其二呢 H15關注組 其實只是有一些很簡單的 綜合的事 應該不阻礙大家20分鐘的 可走可留有選擇 可走可留呢 就是說你想走你喜歡要錢 你就走咯 我們公起他 如果他走得掉我公起他 但是如果他們走不掉 他們認為他一定要落低 那這個就是基本的人權的選擇 尤其是有物業的 有物業的人士 你有業權 竟然你的業權在無條件裏面 你無條件去爭取的時候 你那個業權是自動轉帳成為特區的物業呢 我想郭女士她會害怕的 如果你是自己住在私樓 你的業權會在自己沒有控制能力裏面 你會自動轉帳成為特區的物業 那你自己會覺得我買樓去做什麽呢 所以我被市建局重建了之後 我不再買樓了 那是不是蠢呢 我又覺得無所謂的 因為我慶幸我的小孩子才是大 那我沒想到 我就叫著子女住了 但是這個問題就是 可走可留有選擇的裡面 就出現了扭換扭 扭換扭的其中一個點 第二就是 我們為什麽H15 它會搞得那麽 叫火紅年代呢 也都是我們在內部開會的時候 跟大家再協商到的時候 不要用它金錢去跟任何傳媒說話 因為你一說錢 你一定不夠錢用過這樣 市集報就說 這間舊樓 這間爛樓 我用三倍的價錢去買這間爛樓 大家如果可以查得到的 你當街所有的樓上 我先說樓上不說地下 大約那個賣樓 在政府那個資源那個 可以查到所謂填土廳的資料 是大約五到十萬 一層樓 所以他賠百 一百八十萬給你 其實你撿到的 但是如果 按當年03年 我知道 李東街有一個物業 樓上的物業 是他拍賣的 他都拍到120萬 當年03年 03年有什麼呢 有沙士 有沙士出現 而李東街的拍賣樓 都賣到百多萬 而市建局 當時拿李東街那個業權 就大約 我用一個準確數字 實用面積當你五百尺 五四中二十 你是不可以 因為太遠的數字 就大約二百萬 他的賠償價值 就大約二百萬 我當你五百尺 但是一般 你東街那個平均 那個實用面積的價值 實用數據 大約是四百至四百二十尺 那個形式 那我們 因為有上樓去做資料搜集 客門去問街坊知道的事情 一百多萬 當時在李東街那個價值 那百多萬 你們可能沒有數字 我很敢說 樓上 我在李東街十毫那個位置 樓上的街坊說 一百八十萬 我當時在灣仔 我只可以買到 二十五年樓來 五百尺的實用面積 四百尺換五百尺 是不是就數了 但是 他拿著一百八十萬 只可以買那一年式 這樣的時候 你要再退後 一句 如果街坊 正常情況 如果要買七年樓來 在什麼位置可以買到呢 在當年來講 灣仔裏面的里節街 是大約十四年樓來 在灣仔地鐵口的地鐵 那個什麼花園 收益花園 是大約十二年樓來的價值 但是街坊是沒有資格 買到十二年樓來 或者十四年樓來價值的物業 相對來說 街坊要求 我不如不搬 我為什麼要逼我搬 因為街坊不想離開社區 才會出現了一個雅鈴方案 就遇到一個 好似很多人說 李東街經常幫租客 業主席爭取 租客 當然我們租客在下面 一樣會幫租客爭取 但是在某程度上 我們就把一些 可以反映的問題 放到浮面 這是事實 我想我就抽完水了 不過加多一句 其實我都開心的 有人繼續抽水 因為如果沒有被人抽水的資格 其實根本我今天都不用坐在那裡 我都可以收工 OK 好 多謝美姐 那麼多人睡不睡 我們的水都乾了 應該是 我想差不多是休息時間 阿閃你想說 好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一定是間短 因為我都很餓 我想回應那個 關於空間的問題 其實空間的文化是什麼 其實我都不知道是什麼 但是我會覺得 關於空間的自主 在舊區裡面找到另一種生活的尊嚴 或者自主、民主等等 其實我覺得每個區 應該有些不同的軌跡 譬如說 我們講灣仔 我最記得阿美姐 剛才那位發言那位女士 她以前是做樓梯舖的 當灣仔里東街陷入危機的時候 她那個樓梯舖 就成為了一個 叫什麼 那些軍事上那些 交換 那個真是地區 戰訊平台 風斬 風斬 不是地區諮詢平台 而是地區戰訊平台 就是所有那些軍事情報 今天事件局說了些什麼 哪些人過來 哪些人去幫我們 就是通過它的地區進行 那一種樓梯舖 或者這種街構成的一種反對運動 它怎樣利用它的樓梯舖去做其他事 這個東西的自主性未必比天水圍 但我相信天水圍似乎應該未必會有樓梯舖 這個東西 又或者 由麻地 它是說一些混雜使用的 六甲仔 馬路 住在那裡三十幾年 互相看對方看大的一堆這樣的人 那這一種這樣的空間的格式 加上特定地的人 住了進去 它怎樣詮釋空間自住這個問題呢 我認為它們的軌跡 就是構成了所謂的文化 但是這個文化 是不是唯一的呢 普天下 就是七十億人只有它們才有呢 就未必是的 應該可能有很多普遍性在裡面 但是我覺得那個重要 或者特意的地方 就是這幾年 整個地方運動 空間運動 我覺得特意的地方就是 就是通過每一場社會空間的鬥爭 去嘗試去發掘那些地方的意義 和可能性 其實都是一步一步回答過去的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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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第一 第二 其實我是 社運的策略的問題 就是我覺得 我其實很怕就是 社區的問題是很多的 那 如果你說被政府借用了你的講法 來拿來做政府的事 我很相信 就是同一種邏輯就是 你說到社會這麼多危機 你說到社區這麼多危機 那政府就拿這種危機論去拆了社區 其實這個借用論我覺得 是古古怪怪的 就是它不知怎樣驗證它 這種借用我們不可以讓它發生 就是不知怎樣去 這個我覺得不構成一個合理的理由 但是 我同意就是 社區運動應該會再豐富一些 每個社區都有它的問題 我們應該改善那些問題 那這件事怎麼納入 就是進一步的社區運動 就是譬如李東街作為一個分水 其中一個我很記得的就是 以前的社區運動 就是安置 合理安置的運動 就是所有的東西就是 合理賠償 合理上樓 合理安置 但是李東街的那個典範 典範轉移如果真的有 除了文化的轉向之外 其實我覺得是留在這裏 就是植根 就是你想留在一個地方 就是有些東西你賠不到 就是留在一個地方 為什麼是好呢 留在一個地方 不是對所有人都好 比不公咬那些真是不好 但是為什麼有一個區裡面 有很大一班人 他們住了很多年 他們到底在追求什麼呢 就是這種植根 而不是不停地流動 一種流來流去的一種 新的對地方的想像 我都在這裏出現了 這是第二 最後就是 土下的社溫策略的問題 其實我不是太喜歡 那一種 你為什麼不說什麼 你一定要說什麼 其實我覺得 其實我覺得 《獨立擊掌抽水》是真的對 我覺得李東街 其中這個運動 很成功的地方就是 其實大家都可以 嘗試去用自己的方式 去說這個運動是什麼 我很記得鄧先生 你最清楚 當時李東街 我們已經認識 當時就是剛剛開始說 Space David Harvey的 就是 中譯版那些 就是台灣都未譯得這麼頻密 這段時間 即是那時候 2004、5年 當時我曾建清理大弟子 每天就跟我說 Space啊 Space啊 鄧先生都 下來很多次 所以我覺得 這種運動上的開放和多元性 它一定會有重心的 但是 不要拉回去那一種 譬如 工人運動就是要說資本 就是本土派 就一定說大陸人 反亡蟲 說其他都是錯的 又或者 你看到我們 再拉遠一點 我只是 看著李東街這個運動 如果我覺得它是成功的地方 譬如你接領中環 這樣說一句 就是 它是收窄到全世界要圍繞 一個三指而轉 是不是 今年民陣 籌了三十幾萬 這個世界只有佔領中環 就是 大家不可以用其他方式 講佔領中環 學民思潮的籌度不少 是的 它是高於佔領中環 僅僅僅 但是這個世界只有 黃之鋒和戴耀廷 而已 但是問題是 我想說 那種運動的開放性 到底有沒有就是 我們大家都是佔領的 可能 但是有沒有不同的 interpretation 還是還是大家要 全部都放進去做 同一件事 我覺得 《起碟街》有一個很神奇的地方 就是 不同人 嘗試去用自己的理解 或者 形式去開拓這個運動 當然這個運動是有重心的 不是沒有重心的 當然那些重心就 交給阿美姐 阿閃 如果有興趣 大家知道 去講解 好多謝了 好多謝了 陳敬畢再回應 再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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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 我現在 我答應過H15關羽組的朋友 我希望今天我的發言可以大方得體 因為 曾經我比較躁動 就是面對著這個討論的時候 我怕我以下的說話比較失業一點 那就不代表 那些事物關羽組都要拿出來 都盡量保持 尤其是金太千里萬俗 來用那個問題 陳敬畢幫忙說了一些 即是金太的說法就是 預了 出來做 就預了給別人用 即是當我們來東街運動之後 很多時候見到 一有政府諮詢 那些人就全放進去 不停要交那些反對心事 的時候 我們都很心痛 我們都整個都問自己 哎呀 是不是我們真的搞壞了頭呢 搞到大家都以為 就是扔下去那個規劃的過程裏面是有用呢 那不是我們已經經歷了整件事 然後證明了這個這樣的程序是沒有用了嗎 為什麼那些人都聽不得到 只是見到我們曾經 第二個反對心事 第二個很多 但是看不到我們最後是結論了 其實我們已經證明了這件事是沒有用的了 那你說最壞都是李東街的朋友 做一些這樣的技術 技術爭取 否則的話現在的人就不會花了一些氣力 在這樣的爭取上 即是我們有 我們知道做了一些 姑且叫做唯磨人間的事 對不對 不過我會說 就是經常都是這樣說 我們要繼續向前走 這個也是我們經常都沒有 為什麼我們經常都沒有機會 好好地去回顧我們的運動 做好我們的檢討 其實很多時候就真的要問 下一個步怎麼做 下一個步怎麼做 再關心市區重建的朋友 包括Jacky 如果大家真的對於運動的方向 是有些什麼意見的話 其實這句話真是涼得爆 但是真實就是 過去那幾個月是我們十周年回顧 逢星期三、星期六 我們都是開放了那個辦公室 希望讓大家來 真是給我們一些意見 如果我們這幫死症種 不願意放手 我們要繼續走前 應該怎麼走呢 我們真是不懂 面對著現在市區重建的地方 你會見到少了很多業主出來 為什麼 你以為制度沒有改變嗎 現在URA對於業主的賠償 是度假了很多 為什麼度假 以前的業主吵得大聲 現在我就怕了業主 賠償多了 如果Jacky說 錢是天經地 現在真的用錢解決了那些人的問題 塞住那些人的口 他不再出來在運動裡面參與 這個是不是我們想見到呢 其實我最終是會議上面那位朋友 挪用是預料的 我都敢說 無論我們接下來在什麼方向走 如果我們的工作 依然是有一點成果 或者有一點力量的話 我們依然會繼續被挪用 怕就怕好像是 美姐說的 做的事已經沒有再 沒有任何果效 所以人家都採你都傻 不需要再挪用你 認真說 H15關注組 歡迎大家參加 因為每一個重建區開始 我們都要下手下腳去做 如果有興趣的話 就留下這個電話 我想說 因為 你讓我說兩句 很簡單 可能是 我不知道 我估計 不知道是不是 只有我一個寫過一篇文系法 就是 用一種反對的語氣來講 這個李東佳 所以很多 其實那些 comments 都是在說我的 就是我那篇文 但其實那篇文 沒有什麼 impact 是不是 我知道我本書在香港 不是很賣得的 你們都不會 怎麼廣傳的 我其實想說 為什麼我來參加 就是因為這個 鄧永成 他逼我 一定要參加 這樣呢 其實呢 我呢 就 雖然我 都還在做一些 空間性的研究 但是我呢 就沒有再處理 即是沒有直接再處理這個問題 因為我覺得這個問題 當時我是覺得很有趣 所以我 即是很有意 即是討論的價值 所以我就不會去寫一篇這樣的文 那這樣呢 即是呢 我 我是持一個保留 還有 有 懷疑的立場的 沒錯 這個是說得對的 還有我的討論 是不是都在這本書裡 也都沒有增加多些 我自己對這件事的看法 即是呢 我不是跟任何人對敵的 我是在做學術的反省的 我要說清楚我的立場 那我以後做的事 也都是抱著這個立場去做的 所以呢 當時呢 要出來這樣被迫出來討論呢 是呀 鄧永成的問題 不是我的問題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作為主持呢 很多時候呢 就要保持中立的 那呢 就不說話的 那但是呢 那就是 其實我給你說說 那就是 總結呢 我也想說一句 橫錄影機錄著 就 我覺得呢 這次這個會呢 我們其實就是 持著這個開放 是 就去討論 然後 其實就是想推進 這個 所謂重建這個 運動的 我想是最主要目的 那變成呢 就 我想就是 我自己 或者其他 我希望很多人 都是持著這個開放 然後可以討論的 所以呢 就作為 總結這個 我講完這句呢 就我會關咪的了 就不准大家回應 哈哈哈哈 最監陰人是我 就 我覺得整個運動呢 就現在做了那麼多 我覺得不是挪用的問題 挪用沒有問題 就是你根本就有很多在那裡 一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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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個東西在那裡轉變 我講的最大的問題呢 其實 我們一直沒有回應 走了那麼久 這個 這個 重建運動走那麼久 都沒有回應 歪歪堂 說那句 就是那個問題 究竟我們那個 那個情況 你根本沒有回應 有沒有這個可能性 其實 你順走的時候 就是說 我們其實現在想回顧的歷史 就是 開頭因為 很多人在那裡說錢 而其實 X15一開始 就不講錢 但是其實 這件事 可能就是 其實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根本我們沒有 即是卡創人 他還要講錢背後的所有的東西 而導致我們 基本上整個案件 如果我們過去的十幾年 是這樣的情況 我們基本上無講 然後就好 就是 現在沒有這個規格 是怎麼做 是嗎 或者我趁自己 因為作為主席 都是有這個權力 權力 從此封閉 我們暫時到此 但是這個 我就 希望我們做到的 就是 開始了一個 就是一個 我覺得是一個 開放性的討論 然後我們再繼續 開放性的討論 然後希望 就在這裏 我們推進 一個能夠做到 一些 就是 更將這個重建運動 再推上去 好嗎 好 多謝大家 謝謝 我是否可以 大家可以放飯 不過 就是 剛剛我說 可能會失業 那個說話 其實是沒有講的 不過現在終於都要講 不好意思 大家 這個說話不斷給全身 關注的流場 我會想講 就是 我們在這件事裡 就是我被捲 被捲圈成為一個融合 這件事怎麼發展 是大家有份的 學者有份 組織者有份 街坊有份 香港的市民有份 如果今天我們回應一個discourse的問題的話 整個discourse是大家一起有份去做出來的 如果你說為什麼你們這個運動十年來都沒有回應到某一個面向的話 這個運動你快點來take over 你快點來做它 其實大家累了 我們是很想有人加油 然後向一個 譬如鄧老師 你認為對方向怎樣發展 其實請你來一起去做 但當然我們會問 為什麼十年之前你不一起做 十年裏面你見到一個問題 為什麼你不凌組另一個H15跟著做 這些更加難 更加不合的說話就不要說了 OK